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最着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王一博,谭剑刺,李线亮相米兰时装周 谁是时尚之王 这次的米兰时装周真的非常亮眼 星光熠熠,大咖云集 今天我们就来简析一下王一博 谭剑刺,李线的时尚表现力 首先是王一博 这是一博空降Jimmy True 最高全球品牌代言人之后的首秀 王一博的路透 近距离看没有一点瑕疵 没有什么技巧就是硬帅 一身简单的休闲西装 整个人都散发着金贵的气质 深色格纹双排扣西装 白色T搭配Jimmy True Diamond Marlowe 乐福鞋 两手插兜 走起路来一整个King 气质拉满 沉稳中透着雅致 仰手抬眸间 优雅中带着贵气 前脚迈进秀场 马上就登上全球热榜 赞誉之声络绎不绝 王一博的国际影响力真的不可低估 每一次的亮相都向世界诠释了中国现代优秀青年的形象 在全球舞台上大放异彩 他的身上有一种迷人的矛盾感 他既能在大自然里出世 成为户外诞人 享受独处 享受自然 也能事物奢在手的商务顶流 王一博身上最难能可贵的一点 就是他从来不随大流 一直坚持做自己 从来不溜须拍马 可以默默地降低存在感 也随时可以站出来控场 他做了很多人想做却不敢的事 活出了好多人想要的人生 这种随时能够出世入世的能力 配上一博诞人的性格 也让他成为内于无法复刻的 独一份的顶流之路 红豆生南国 李线圣南模 李线三度亮相米兰时装周 作为代言人出席Preda 2025春夏女装秀 身穿品牌24秋冬秀款 双排扣西装 优雅又极具质感 沉稳内敛的意大利风情在他的身上完美诠释 又不失现代都市男性的精致感 浑身散发着越简单 越浓郁的熟男韵味 身穿西装的现男友 简约有形的魅力格调 低调奢华绅士风度 即便是直播对脸拍也丝毫没有怕的 生涂颜值非常抗打 李线185的模特身材比例 妥妥的衣架子 荷尔蒙爆棚 无论是战力竞后还是步入会场时的步伐 都透露出一股从容不迫的自信 李线拥有三奢代言 分别是Preda 卡德亚和范斯哲 自爆火后 李线的时尚表现力一直非常稳定 每一次出席活动的状态和造型都是一流的 李线除了代言以外 近期他的影视作品 去有风的地方春色寄情人 也带来非常有社会意义的影响力 李线气质干净 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散发无限魅力的代言人李线 西装真的是他的统治区 又帅又有气质 不愧是穿Preda最好看的男人 谁家的偶像骑共享单车参加时装周 对 就是谭剑刺 这就是谭剑刺的超绝松弛感 参加米兰时装周 他就这么水灵灵的按着车铃铛 和粉丝打着招呼 骑着自行车来了 谭剑刺一头金发 头顶墨镜 身穿米色外套 时尚感和金贵气质拉满 从纽约到米兰 谭剑刺的造型多变又有个性 时尚与金贵并存 把City Walk进行到底 谭剑刺的米兰时装周杀疯了 又是被谭多多绝美颜值震撼到的一天 秀场内色调偏暗 打光也有些死亡 但谭剑刺的脸又紧致又细腻 还非常精致的 像画一样 甚至比修了的图都好看 你敢信啊 谭剑刺已经34岁了 说他是青春洋溢的男大都不为过 果然真帅哥还得去看生徒 在这次的时装周期间 谭剑刺大胆尝试了几种不同的风格 从街头休闲到复古摩登 应有尽有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套 是融合了运动元素与高级定制服装的设计 米色加克内搭天蓝衬衣 下搭同色系牛仔裤 整套穿搭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气息 谭剑刺作为Pelgun品牌代言人 他的身影遍布罗马独立广场大屏 成为首位在如此多地表位置 得到大规模宣传的明星 谭剑刺没有什么偶像包袱 甚至他和粉丝相处起来都是像好朋友一样 真的很爱看一些业务能力抗打 谦逊有理 诚意满满的艺人 所以这一次的米兰时装周 王一博 谭剑刺 李线 谁是你心中的时尚之王呢